可以上網去查他的歌詞 那其實我們唱稅家呢 他比較算是非正式 所以其實也沒有太局限說 今天的表演的形式啊 或者是怎麼樣 那其實像之前呢 有人有來過變魔術啊 然後講故事輕唱啊 或者是就是成演奏類 其實就有很多的形式這樣 那待會兒如果說 你是有報名上台的話呢 可以先 先將你的樂器先 我的音速不準 是嗎 OK齁 就可以先調個音啊 或者是去外面挽個聲之類的 對 然後呢 剛剛在報名的時候 其實就看到第一組 他們應該是同學 那非常大陣仗 大陣仗 是吧 等一下可以期待一下 因為 其實我也不知道今天到底會有誰來 就是今天就是現場報名 那我們其實每個禮拜三報名的形式都是一樣 就是我們晚上七點 準時統一開放報名 現場這樣 那打電話的可能就 為了公平 所以我們就是統一都在 在現場開放 如果下次如果你的朋友 或是你想要來這舞台的話呢 就可以記得晚上七點先堂報名 在鐵畫稱的小黑板這樣 OK嗎 好 那第二首呢 我覺得是一個很有趣的一首歌 他是來自那個 對岸的朋友 他叫做阿四有二人聽過 四就是那個大寫的那個四 一二三四的四 他這首歌叫做 呃 有女朋友別忘了請我吃飯 就跟那個是不是這樣的夜晚 你是否 常會想不起我 所以歌詞樂場反而 讓人印象越深刻 其實算是一個很輕快的歌 大家可以 眼睛睛 好 你有一種好脾氣 讓我非常著迷 才故意等你熟悉 要迎來你對我的注意 卻在童年之後 成為你哭中的好兄弟 書上說 男人最正義氣 除了愛情沒有不可分享的東西 我輕輕學習 所以我 笑著對你說 有女朋友別忘了請 我吃飯 這樣才不會給你帶來負擔 有女朋友別忘了請 我吃飯 我吃飯 大部分喝苦啤酒 衝掉心酸 用女朋友別忘了請 我吃飯 這樣才不會給你帶來負擔 你這樣的好脾氣 其實也是一種距離 其實也是一種距離 曾鼓起勇氣去靠近 真意害怕心虛而放棄 隱藏在自私的秘密 那野火中的好兄弟 書上說 男人最正義氣 除了愛情沒有不可分享的東西 我輕輕學習 所以我笑著對你說 有女朋友別忘了請 我吃飯 這樣才不會給你帶來負擔 我吃飯 OK朋友別忘了請 我吃飯 大部分喝口啤酒 衝掉心酸 OK朋友別忘了請 我吃飯 這樣才不會給你帶來負擔 而我的告白最終變成了若無其事的關懷 而那句關懷是害怕失敗的最愚蠢無奈 有女朋友別忘記我出發 這樣才不會給你大的孤單 有女朋友別忘記我出發 到不來何苦你就衝掉心酸 有女朋友別忘記我出發 我愛你是一場完美的遺憾 謝謝